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VB以及UVC UVA其实它颇长较长 所以它可以直接达到地面 所以它可以晒伤我们的肌肤 UVB其实它伤害我们肌肤 会伤害到我们肌肤变红 以及变黑之外 其实也会让我们得到皮肤癌 所以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 防晒产品的功能上面 其实它上面都有标示 SPF其实它是抵御UVB的 那50其实它就是防晒的程度会更强 而且时间会更长 像是上面写的PA 就是可以抵御UVA 像是PA后面通常会有一个加或两个加 甚至到三个加 其实就是表示它的防晒的程度有多强 所以你们在选择上 就要多注意到这些 完成隔离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来上底妆了 在上底妆很多女生最怕的就是脱妆 那一旦脱妆 其实防晒产品就会瓦解 瓦解就没有防晒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选择粉底 尽量选择物理性的 那物理性可以加强你的防晒 防御能力之外 其实它也可以让我们有第二层的保护 所以我们在画底妆 我们尽量注意到几个重点就是 其实我们阳光最强的地方 我们尽量可以加强 让它稍微厚一点点 额头的T字部位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鼻子 顴骨这个地方最容易晒伤 晒出斑来 我们顴骨的地方可以来做加强 我们两颊两侧就可以让它薄一点 再来眼皮 我们要加强 以免呢我们容易有老化的现象 要让妆更服贴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手掌的温度呢 来按压 在我们的额头上面 我们的两颊 稍微按压一下 其实呢 这样很简单呢 你就可以完成防晒 并且呢 你可以解决脱妆的问题了 定妆蜜粉呢 或者是眼妆的眼影呢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 具有二氧化态这类型的 物理性防晒成分的矿物彩妆 它具有反射的原理 可以挡掉我们在意的紫外线 唇妆的部分呢 其实呢 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其实我们在化唇彩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擦上防晒成分的护唇膏 再来上唇膏或者是唇蜜 这样子呢 避免我们越晒呢 我们唇部会越暗沉 最后呢 提醒大家防晒呢 不是擦一次 就可以滴挡一整天的紫外线呢 我们要依照防晒的系数 来调整补擦防晒的频率以及时间 这样防晒呢 才会更完整